大家好,我們是親子同鄉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健樂二義酵醋 它是一種果醋 有四種口味 第一種是蘋果口味 再來是赤葡萄口味 再來是青梅口味 再來是白桃口味 白桃,哇好特別 每一瓶都會附一個酵醋專用鴨頭 我們先來跟大家示範一瓶蘋果的 首先呢,先將上面這個頭轉開 對,全新的話很輕鬆轉開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呢,插上這個管子 管子插上去 然後你可以先把上面那個鴨頭先把它轉開 就是,喔對,就可以跳開了 對,它就可以跳開了 然後這樣,要先 先要先倒出來對不對 那你就直接先倒在你要喝的杯子上好不好 你等一下先喝奶 好,那就先用這個 等一下杯子要按照順序 好的 好,小心喔 因為它滿滿的 呃,你不要一直抖 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好多喔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轉起來,就像在轉鎖頭一樣 這樣直接轉緊就好 好 非常非常的方便喔 那一瓶都有1000ml 對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是要用 用Soda Dream的氣泡水器 來打氣泡水加 加這個 酵醋 對 那我們先來打吧 泡下去 我們 嗯,就是氣泡水器在家裡 真的使用性還滿大的 因為小朋友很愛喝 我喜歡打多一點 好,打多一點 好,那我們就是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打氣泡水加 酵醋醋醋醋 這樣一個冰塊就好了 好,那我們先來 嗯,蘋果的蘋果口味吧 好,我覺得你可以按摘出去來 白草好,白草 白草 那你那一瓶就是用這個杯子 1234下去 不然你會亂掉 好 對,那白草就是用這邊的 我個人是先加這個 你就是先加 氣泡水嘛 那你要留一些空間給冰塊 這裡 好,這樣子好了 它這個非常容易按 你就直接這樣按就可以了 喔 對,就按壓就可以了 哇,好漂亮喔 再加一些冰塊吧 對啊 哇,那就可以喝了耶 你看看 哇,那個氣泡水 如果家庭沒有氣泡水 也沒有關係 再加水就可以了 對,加水也可以喔 好,這個是白草 白草 那你要不要喝一口看看 好吧 白草,我們是今天才猜的 嗯 水蜜糖的味道 水蜜糖的味道 好香喔 聞得到果香味了 接下來是青梅 好,青梅就是 你要先加氣泡水 加氣泡水 因為我們家非常非常愛喝氣泡水 哇,你看看 這是打比較多氣 好多好多泡泡喔 不要多氣比較好 好,那一樣 那這樣 哇 哇,那再加一些冰塊 冰塊 哇,好漂亮喔 好,那喝一口看看 嗯 嗯,跟梅子的味道有 梅子的味道喔 對,對,對 好吧 接下來是赤葡萄 赤葡萄 赤葡萄 好,加冰塊 好,加冰塊 冰塊大家都可以在家自己做 對啊,就是 有冰箱 冷凍庫就可以做冰菜喔 OK 這是葡萄的 葡萄? 對,葡萄 好 因為蘋果剛剛我買不到 給出來了 那我們就直接加氣泡水就可以 好 喔,這一杯應該很濃喔 哇,好漂亮喔 一樣加一些冰塊 欸,你是不是有用過那個漸層的方式 喔,對 就是 可以兩種口味加在一起 兩種口味加在一起的 好 我們答案 下次來示範給大家 喔,蘋果這個好喝耶 蘋果這個很香 很香喔 對啊,我覺得蘋果的味道好讚喔 蘋果的味道真的就是蘋果的味道 哇 好棒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幫大家開箱這四瓶喔 然後全部就是這四種口味 好,就再複習一下喔 白桃 青梅 青梅 赤葡萄 還有蘋果 蘋果 好 謝謝大家 日本的喔 這是台灣的 然後就是在日本銷售 我覺得非常熱賣的喔